现在节气已经进入小暑了 二十几万只的蝙蝠都回到了 瑞芳区的蝙蝠洞中开始栖息繁殖 而15号这个周末傍晚 就是2017支服席服瑞芳蝠蝠季的活动日 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瑞芳公所特别把活动场地 蝙蝠洞公园进行了多项的美化工程 要让所有来到蝙蝠洞公园的民众 都能够感受到园区的全新的景象 暑假开始了 也进入蝙蝠的活动期与繁殖期 瑞芳区公所承办的 2017支服席服瑞芳蝠蝠季 就要在15号傍晚盛大登场 目前园区里可以看到 包括凉亭和多个艺术装置景点等等 都正在进行上色和赶工工程当中 那我们为了迎接我们7月15号的 一个支服席服 2017瑞芳蝠季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将整个瑞芳蝠洞公园 这边进行这个换新装 做一个彩绘的一个工程 那这个包括我们大门路口 还有两座两亭 以及我们这边的一些步道 我们重新做了一个整理 希望在7月15号能够带给当天 来参与的所有的贵宾 跟游客耳目一新的感觉 蛮不错的啦 因为很多人都来这边游玩 细水啊 钓鱼都有 它的景观的改造你觉得怎么样 蛮不错的啦 瑞芳区长陈其震表示 蝙蝠的生态地位非常重要 每年夏天开始 原本栖息在中部的东亚折翅符 都会陆续飞回瑞芳北冰的蝙蝠洞 来繁衍后代 傍晚时就能看到最多的蝙蝠 飞出洞外 场面很壮观 活动的当天 我们除了有地方的一些团体 来做一些节目的表演以外 我们还要准备非常多的一个 特色的一个美食 要宴请所有的这个参与的一个贵宾 那当天中午下午的四点呢 我们在瑞芳火车站 就有免费的一个接驳车 可以来到我们瑞芳这个蝙蝠洞公园 那我们在这边也非常欢迎 所有的民众能够在7月15号当天呢 来到我们瑞芳蝙蝠洞公园 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 支服席服的一个蝙蝠祭活动 公所方面也表示 支服席服活动当天下午四点开始 就会有瑞芳车站到蝙蝠洞公园的 免费接驳车 现场还有支服席服主题装置艺术节目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 精彩可奇 欢迎大家踊跃前来参与 记者李一帆 瑞芳 产品报道